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林一林 欢迎您再次来到 《醒报现场》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要跟各位谈一下 最近一个非常 令人惊悚的调查数字 就是外遇已经成为 现在婚姻的杀手 在全台湾的民众中 根据调查 大概有50万个家庭 有遇到外遇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 就要跟各位好好来谈一谈 这个题目就是外遇 成为婚姻的杀手 你敢结婚吗 那么针对最近 整个社会风气 越来越开放 那么除了外遇的问题 非常的严重以外 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也受到很严格的考验 很多人决定了 同居而不结婚 那么也有人抱着一个 不婚的单身主义 那在这过程中 甚至已经结婚的人 对于婚外的性行为 婚前的性行为 或是未婚可以同居 这些事情呢 都抱持着 比较开放的态度 究竟这样一个 婚姻的制度 跟婚姻的现实的状况 对于我们的 整个的教育 以及家庭 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就为您邀请到 三位专家 学者 跟各位一起来讨论 首先为各位介绍坐在我左手边 中央研究院 社会所的研究员 吴奇英教授 吴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第二位要跟各位介绍 是千代文教基金会的 研究部的主任 胡振文主任 胡振文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第三位要为各位介绍 专门从事很多 这个婚姻法律顾问 跟这个法律諮商 相关的一个律师恩典 律师事务所的 苏嘉宏律师 苏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要先请 千代文教基金会来谈一谈 这一次的调查统计数字 一发表出来相当惊悚 大家都很担心 那么在我们台湾警报的 报道的标题就叫做 9.1的受访者坦诚有外遇 另外一个报道是说 婚姻杀手 台湾50万家庭曾经外遇 那么还有一个报道 是讲到100万人 台湾有100万的人 是有外遇 那么甚至还有一个调查是说 一成的夫妻认为婚外情 这个有两成五的人 会选择 不再嫁给同一个人什么这一类的 那我们请千代文教基金会的胡主任 先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调查的一个原始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的一个调查 好像结合很多学校都一起来做 没有 这个调查其实是品格教育联盟 委托基金会 然后我们再和这个政大 在委托政大一起做调查 所以整个的重心放在家庭的教育功能 还有亲子的互动 以及夫妻的关系 那当然在整个家庭系统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在亲子互动 亲子教养以及亲子上面 会蔓延我们会看到 品格教育及学校的功能的部分 所以整体来讲 其实他是在谈一个品格教育 不完全谈到夫妻 只是夫妻的关系变成一个焦点了 它会成为一个重点 因为整个的夫妻关系 如果夫妻关系不够好 它一定势必影响到亲子教育 是是是 那胡主任你要不要先谈一下 在这一次整个对你们来讲 比较惊喜的一个调查结果是什么 就像主持人刚刚提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 在选择人生的 如果人生能够再选择 只有71%的人 会愿意选择同一个伴侣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当时拿到的时候 我觉得还不错啊 至少有71%是够稳定的嘛 也就是说 满意多有71%的人认为说 如果人生能重来 我还会选择同一伴侣 男生女生都一样 都一样 就是百分比来看的话 当然如果从男女来看的话 女生当然偏低了 对 只是说71% 后才发现 对对 71后 71我们觉得那还算是稳定的 只是说 如果你从另外一面来看 也会看到将近有20几以上人 觉得我不要这样做 但是那个71%其实可以的 就是说 在整个家庭的稳定度是够的 但是我们不能只从这稳定度来看 因为有的部分 他是觉得是可以婚外情的 甚至有9.1%的人承认 我有婚外情 或者配偶有婚外情 而如果以1000万人次来看的话 有偶 你看看 他就是将近91万 就100万人是有婚外情的 可是这可能是黑数 因为有些人不见得是真正 没错 好 问一下吴教授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统计 其实是蛮惊悚 两个重点 一个是提到说 如果要重新选择的话 男的女的都一样 那么大概有两成多的是 不要选择同样的配偶 第二个状况就是说 居然有差不多10%的人 9.1%的人是承认的 是有婚外情 你要不要谈一谈 我谈那个实质之前 我觉得说有一个信仰先澄清了 就是因为这是一次的调查所 得出的那个数据 我们根据一次的调查所得出的数据 去做这样的推估 其实这样有它的风险 因为我们是在推估母体嘛 但是现在呢整个样本 大概就是1000人左右 这个再怎么讲 在统计的观点来看的话 反推回去 你这个一推一定都是 都是偏差的 但是偏差有两个方向 一个可能是刚刚胡主任讲的 可能是低估 可是另外一个可能是高估 因为你不知道 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资料的时候 做这样的一个 那个实际上就是 看那样的数据 是要带着非常谨慎的眼光的 那个统计学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 叫中央极限定律 那个是说你要做 无数次的这样的抽样之后 慢慢得出来这个数据 它会变成是一个 所谓的常态分布 那个时候来估计说 母体的才是比较准 所以我觉得说 用这样一次的调查 数据来做推估是可以的 但是呢不能把它当成说 这就是一个台湾的那个现状 所以一般一次的这个调查 大概是可以看出一些趋势 大概就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存在 但是对于那个数据的那个真伪 我觉得说 那个事实上是要再小心去 不用一看到说 本来是9.1 那这整个整个台湾是乱了 你整个感觉也没有啊 也就是说 而且这个很可能 很多时候是意见的一个表达 就是很多时候是在很多方向发生的 但是也不是因为这样 就是说 这样一次调查的那个 就没有啊 没有它的意义 它的意义就是跟我们讲说 台湾社会 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存在 我们应该要正视 那用现在数据 跟几年前做数据相比的话 你看到是说 这个数据好像是在增加当中 所以说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说 这个现象是有在 变迁的那个趋势在 这个是我觉得说是确定的 只是说它是朝哪方向变 其实这个事 还要在更多的数据 我们才能够 就比较精准的去拿捏 谢谢 这果然是这个中研院 所有的研究员 我们对于数据是非常严谨 那么我想问一下苏律师 虽然没有数据 虽然不够科学 不过您这个从业的过程中 有感觉到家庭的纠纷 不管是外遇也好 或者是这个各种抓奸啊 或是离婚啊 这些状况的确也是出现在 我们的一些民刑事的纠纷上面 你要不要说一下 是 其实一直都要存在 其实有人的时候 就会有人 就会有一些纠纷存在 包含像家庭问题 两个人之间到底满不满意 这很难讲 其实我回到这个数据的来 对我来看 因为你知道 读法律人家讲证据嘛 那这个东西 大部分都是感受 跟主观的想法 我认为我自己有爱意 或我认为我的配偶有爱意 这个问题里面 其实隐含了很多 对我们法律人来讲 是有点不精确 例如说 到底所谓的外遇是什么 你的精神上 就我喜欢上隔壁的铃家 卖水果的那个美眉菊 她好可爱 那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喜欢我太太 那之类的 假设说她有这样想法 她回答是 yes 她曾经有精神上外遇 可是在法律上评价里面 她却没有真正达到 那外遇的陈述跟效果 所以她也不会受到处罚 那所以在这里面 我倒是要反思一个东西 其实我要希望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大家要更珍惜 跟珍视这个婚姻关系 还有再探讨说 我们进入这婚姻关系之前 到底是怀有什么样心态 那么我觉得回 你觉得刚刚我回问的那个问题 如果你看到旁边那个隔壁卖水果的先生 觉得我突然爱上她了 那这样的太太 她其实对她道德标准是高的 其实反而觉得她是高的 所以她显现出来的东西 我们就可能要再细去追 追究说到底她现在 认为外遇的情形怎么样 甚至外遇的定义 我们再把它做个明确化 那么不过呢 在虽然在职业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都是打打杀杀 就什么叫打打杀杀 我形容词像是什么 他们可能因为争吵 所以可能有肢体冲突 或是因为有这个 爱上了第三人的关系 有外遇情形 双方对于婚姻关系有一些冲突 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 占着整个比例来说还是少的 还是少部分 那大部分的人还是对于 婚姻的关系还是相当珍惜 很珍视的 那么只是说我们面对这些困难 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如何提供更正确的态度 包含心灵程式上 或法律程式上 告诉她说 纵使你现在有一些 心灵上问题 可是你不要具体上犯罪 那也许社会不会给你太大的制裁 但是未来可能要心灵上的补救 太好了 我们这个苏律师 跟我们分析了三个重点 就是说到底你对外遇的定义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婚姻这个制度 大家的满意度到底是怎么样 那第三个呢 可能我们可以来思考 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都会注意 异常的现象 其实也有相当多是正常的现象 我们不要忽略了 那我们在这段要结束前问一下 三位是不是都是已婚 包括我在内 我们都是已婚 代表说我们基本上 在我们今天做谈的比例中间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肯定 跟赞成婚姻 觉得婚姻对我们来讲 是美好的 是觉得有价值的 那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继续来讨论这个议题 欢迎再回到情报现场 我们的题目是 外遇成为婚姻的杀手 你敢结婚吗 刚刚我们三位主要的来宾 都跟我们分享到 这次千年代无教基金会 在做一个 其实是整体的一个 一个品格方面相关的 一个调查中间 发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就是好像在台湾 9.1%的人是 比例上是承认是有外遇 那么在这次整体的调查结果 我想吴教授那天有出席记者会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调查结果 让你觉得比较值得关注的意义 跟现象有哪些 我觉得这几个大大环境来看的话 就是台湾应该受儒家的文化影响 传统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 然后目前这要看起来是说 因为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 个人主义化的这种形象 事实上是非常清楚的啊 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 就是说想要换那个配偶 或是说他想要在那个婚姻里面 经营一个可能是跟自己配偶 不一样的关系 那个只能把它当成说 是一个个人尝试把它在婚姻里面 遗失掉的那个自我 再重新寻回来的那样的一个努力啦 那这个跟那个整个社会的 从那个集体主义到那个 个人主义的这样一个倾向 我觉得说这个是蛮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说 因为这样远固的一个变迁 是对原来的这种 比较集体主义式的这种社会制度 实际上就是一个挑战嘛 可是也不因为这样挑战 这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社会制度 就会面临那个崩溃 因为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迹象 或是证据 事实际上讲说 这样的制度是撑持不住的 只是说他的那个整个家庭 做一个社会制度 他的那个内涵 可能是要再改变 然后台湾这个社会 目前就是在尝试在寻找 所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新的尝试 可以让这种 作为一种比较集体主义式的 这种社会制度可以维持 但是呢 投身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面的 那个每一个个人 都还是有一个可能性 维持住一个所谓的自我 那这个其实跟希望这些 现金社会的那个整个的发展 其实是matching 没错 我觉得说这个 应该是比较健康 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没错 那就这个问题来说 我想请问一下胡主任 其实吴老师他刚刚强调 比较清楚的一个重点是说 随着时代的改变 过去我们比较倾向集体嘛 那社会的制约 可是社会上越来越多人 有个人的自主性 我希望怎样 然后以前都是压抑的 那现在比较敢 或者是比较勇敢去表达 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象 你有发现 而且你的看法是什么 越年轻的越迷切 比方说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我们的学生 的二十几岁大学生里面 他们的个人主义跟自我 非常强 所以对家庭 尤其对于不婚 或者可能我将来 就绝对是即便结了婚 我可能也是倾向于单身主义的 就是顶客族主义的女生或男生 都非常偏高 那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年轻的小朋友 他们在个人主义 家庭上面其实是矛盾的 因为你进入家庭 你要放下很多自我 你要牺牲 你要委屈 对年轻小朋友来讲 我何必咧 不管他今天是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的家庭中 父母亲给他宠爱都很高 这第一点 那另外女孩子 跟男孩子在一块的时候 我们就有男生问了 老师我现在都觉得 男生越来越不公平了 他们在最后 我们上性别社会课程的时候 我就说老师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我们男生 已经比女生可怜了耶 以前他们都说 男女是不平等 现在我们觉得 女男的男生是不平等的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因为他们觉得 所谓三高的这个脅迫制度 对他们来讲 已经是 已经不是过去所看的 他们不仅学力要高 他们的金钱收入要高 他们的工作能力 也要高 而且在高的同时 他们还要把所有的金钱 还要给女生管理 这是妈妈教的 姐姐教的 女朋友教的 那在这个状况中 我们所有的男生和女生 对于这个婚姻的关系 或自我的部分 可能对女孩子来说 我是牺牲奉献 我不想走同样的路 我可以重新选择 因为教育知识不同 对男生来说 我好像只有被选择的权利 好我们刚刚这个胡主任讲了 其实有两个值得我们思考 等一下我们请苏律师 帮我们回答 一个就是年轻人 比年纪大的 他更加的有自主性提高了 那第二个很奇怪就是 女生也觉得不想被绑住 男生也觉得男女不平等 那么于是 大家都是从自我出发 或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时候 这婚姻制度恐怕面临 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问一下苏律师 我觉得这可以接着讲 好 赶快 刚刚那个非常好 因为像这个你说年轻的 其实我发现 其实在我们台湾的 这个教育体制下 大家很多东西 变应富士主义 为什么你之前就填鸭是吗 填鸭就是你只吃进去 你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那你看到婚姻 就是你家的婚姻 可是你知不知道 法律的婚姻是什么 不知道 所以用想象 所以才会有很多自由 我干嘛要婚姻 因为他的所谓的不要婚姻 是他的想象 跟他的经历 但是法律怎么用你不知道 法律对婚姻有什么保障 不晓得 所以你要不要选择这制度 其实你不晓得 他到底有多大的power 多大的权力 甚至说 我们包含 我们讲到什么 夫妻财产 讲到遗产 身份关系 孩子教养等等东西 甚至父母亲 甚至说 结婚后另外一边的 父母亲关系 你知不知道 大部分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的情况下 所做的选择 是否一定正确 我们有待 我不敢说一定正确 或不正确 但是他有进步的空间 他绝对有进步去了解说 到底法律上婚姻 发生什么事 我才去选择嘛 选择才有意义 所以年轻人 不晓得 他会说 我自给自主 他以为说 你说 反正我不婚可以 那其实反过来想 你如果 等一下我们有机会 我会再把婚姻稍微翻过来 倒过来想 你就知道 其实婚姻是非常的可贵 那么到底有没有绑住这个问题 其实我倒认为 这也就是婚姻 他的制度可爱的地方 也是他 就是因为他有所power 所以才会我们谈到说 有外遇 如果说 如果说 有外遇的议题 就是因为你看 如果说今天没有 假设都完全没有婚姻的制度 就没有所谓外遇的问题 因为 所以所谓一变的人 就自有我们跟动物一样 对不对 所以都跟动物一样 所以没有所谓外遇的问题 那就是因为 我们有婚姻的制度 才与其跟动物不同 好 谢谢 那刚刚苏理师提到 真的是让我们完全耳目一新 过去我们就觉得 凭感觉跟经验 才决定我要结婚跟不结婚 那苏理师特别提醒 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婚姻其实带来一定程度的保障 那么你没有结婚跟结婚的保障 是不一样的 那特别是我们这个吴教授 你是社会学专家 婚姻在整个社会制度跟意义上 社会学的定义上 你怎么样来看这件事 传统来讲 家庭就是一个社会 要还养后代一个 一个具有保障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一个后代 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生长 那应该是存活力会最高 是这样 那刚刚苏理师 我觉得他提得非常好 就是说大部分年轻的孩子 对家庭的那个想象 这个其实是透过所谓代歼传承 他感受到就是 他的父母怎么养育他 那我相信 就是这一代的那个孩子 他看到 就是我们这一代当父母 真的是再辛苦不过 就是说那个所谓的三明治世的 就是说他要奉养上一代 然后他要照顾下一代 那个是把他自己 几乎就是蜡烛在两头烧 对一个在寻找住 那个这些孩子来讲 那可能他就面临了这样一个 就是我还不要再 步入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想说 其实我们自己看到自己父母那样 就是说他的一辈子 可能就是投注给那个家庭 就是说我们管他 我们父母可能都是非常能干的 乐器什么都行 可是他这一辈子 都没有机会去追寻他的那个理想 对可是这孩子被教的是说 父母这么努力 就是要让你们有机会去追寻你的理想 这个当中事实上是 我刚刚谈到很多 那个就是很很复杂的这些议题 这个不是说在三两分钟 我们可以把他讲清楚 但是对这些孩子来讲 其实刚刚典型的 就是说他们不知道 那个所谓的家庭 作为一个所谓的社会制度 他所受到这个社会的保障 这一块其实在很多政场 都没有被提到 对孩子来讲 家庭就是他的日常生活 经验的那样一个展现 如果他比较不幸 他的父母是 关系是有问题的 他对整个家庭的想象 其实是倾向平面 没错没错 所以刚刚非常谢谢 一个是从社会学 一个从法律的观点提醒 我们说整个家庭制度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价值 跟有意义的 那我就来问一下胡主任 那么刚刚有提到 其实很多的年轻朋友是说 一听到要生小孩照顾 小孩子好讨厌 洗衣服要煮饭 就想起来就吓死了 不敢结婚了 你要不要来讲一讲 刚刚他们两位提到 其实婚姻制度本身 它是一个相当的保障 可是在很多的想象空间 或者是一些理解中间 觉得看爸妈妈怎么样 或者看自己的兄弟姐妹怎么样 都吓到快吓死了 可是大概100个人里面 95位都会走入婚姻 当然除了因为恋爱 会让你昏头转向以外 坦白说 婚姻那个保障制度 不管是财产 不管是事业 不管是你生儿育女 得到的成就感 它都其实是大于 你那个痛苦的想象 我应该是这样形容它 所以即便年轻的小朋友惧怕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在我们看到年轻小朋友惧怕的同时 你要看他想象 他得到的那些自由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那么多的年轻的女生 我特别提到是女生 我不敢讲 两位男生他们怎么样看 至少以我一个女生的角度 来看年轻的女生的时候 他们常常会问 老师你觉得结婚很好吗 你举五个例子可以吗 我就举我儿子多可爱 老师那你再举第六个例子好了 我常常有时候举不出来耶 可是我要让小朋友知道 一定要尝试 你要试着去进入这个婚姻 而且试着知道 你愿意谈恋爱 知道爱情是好的 而且观察父母亲相亲相爱 甚至去观察其他更美好的 不然的话很多女孩子 她真的是不愿意踏入 不是她父母亲不幸福而已 而是她觉得我更有选择 太好了 那我们刚刚已经慢慢要切入 今天我们所有的话题的核心了 就是外遇竟然成为婚姻的杀 但婚姻杀有很多 其中是外遇 那么刚刚苏玉士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开头 我们下一个段落 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 各位同居跟结婚有什么不同 那么看起来都一样 只差那张纸 可是有那张纸跟没那张纸 到底差在哪里 好 欢迎再回来 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议题 非常非常的惊爆 就是外遇成为婚姻的杀手 还敢不敢结婚 坦白讲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大概我所谓的年轻人 二十岁到四十岁 相当多的这个人 是选择不走进婚姻的 也就是他们同居 甚至从很年轻的就是同居 那反正他都一样 大家也觉得他们是夫妻 其实不是 没有那张纸的约束 问一下书律师 就是说同居跟结婚 到底有些什么样重要的不同 而且大家注意 有太多重要的不同 不过我用一个小故事 跟各位大家分享 是实力的故事 那有一对男女 他们就觉得说 反正我们俩感觉很好 感觉真的太好了 但是我不想结婚 那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就一起同居 而且生了小孩 他就没有关系 都一样 你看我出去外面 我也叫他什么 太太人家一家 我的先生 所以完全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差别在哪里 他没有做登记 没有做任何处理 好 那孩子慢慢大了 他十九二十岁 没有问题 因为孩子上面 一样父母是他 只是他没有婚姻的 他们两个真的没有婚姻 那结果 就突然有一天 这个男孩子 他发现他工作的地方 有一个长得还不错的 很容易 要关心他 那关心他之后 他发现说 好像这个 又年轻又不错 那么 他就回头想想 我怎么结婚啊 每夜 我没有结婚 对不对 没有结婚可不可以结婚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结婚 于是他想说 那这样好了 孩子也大了嘛 对不对 那我跟这个旁边这位女士 也没有婚姻关系 那就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可以散了 差不多了 因为我想 我们感觉没有了 所以我就 我就到另外隔壁家住了 你说 那这个时候他就是同居啦 这是真实的例子 那这个女人说 你外遇啊 我跟你 跟你老娘跟你二十年 全孩子都成人了 你怎么外遇 我那有外遇啊 我跟你有结婚吗 没有啊 所以发现一个问题 同居跟结婚差在哪里 差在一个障碍性 保护性 你可以突然男人一醒来 或女孩子一醒来 旁边这个比较帅 比较帅 我跟他走 为什么 没有外遇的问题 他就随时自由 那你的 那你会觉得 所以你讲的会太残酷 这是事实上的例子 所以这就凸显出来 第一个婚姻它有保障性 你如果今天回头看看 抱歉 我真的 不但是我心情上 可能会对不去 我法律上也会纠正你 因为你如果再跟第三个人 去发生任何关系 他就会有什么 法律上的效果 好 你讲到这里 正好就是很多人 不结婚的原因了 问一下吴教授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 哎呦我要跟你结婚 就绑在一起 我将来我喜欢别人怎么办 对不对 我又不可能代表 我永远都要喜欢你 这个部分你有沒有碰过 这种情况 刚刚好成为大家不结婚的原因 对 人生是三变的 从法律观点看 其实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的话 同居跟婚姻 以它的功能来讲的话 其实是一样嘛 就是说 但是那个差别 就在于制度的想象上面 因为同居不是一个社会的制度 所以它没有受到任何的保障 但是呢 同居这个概念 尤其是在北欧 它慢慢已经有 好像已经在讨论了 这个是不是要变成是一个 一个正式的社会制度认可的 然后呢 也是要跟婚姻 婚姻一样 是要受到法律的保障 但目前看起来像北欧的 他们把同居当成是一个 从单身过渡到婚姻的 一个过渡时间 就整个年轻人是这样在实践 那这个如果长远来看 对这个社会其实也是好的 因为透过同居这样的一个 试婚 对 就是要试一下说 是不是真的是可以维持长久 就在还没有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 就说长远来看的话 对于 如果说他们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好的 一对夫妻 是可以长相一起相处 那他就可以进到婚姻 那婚姻阶段以后 反而家庭的那个是稳定的 就是那些不一定可能在同居 这个时候都已经 所以现在欧美已经有这样 慢慢的他们上会 他们不是那么排斥说 同居不应该成为一个 一个制度的一种所谓的设计 没错 我问一下苏律师 现在一个状况就是说 在我们台湾的法律 好像对于你 适时同居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是认定你们是夫妻 因为你不能以为说 我没有合约 我就可以随便来问一下 我其实刚刚讲故事讲太长了 其实应该赶快切到最重要了 到底同居跟结婚有什么不一样 我讲其实有两个大方向不一样 那有很多小子题 第一个财产关系不一样 第二个身份关系不一样 什么叫财产关系啊 刚刚那个例子 财产关系 如果说今天是结婚 他里面的就有夫妻财产次的问题 今天大家 你男生在外面赚钱 女生如果没赚钱的话 那男生的钱 可能留下一半要分给太太 这就是 但是你同居没有 啪啪啪屁股走了 没有 所以同居没有保障 财产没保障 那如果说 第二个身份权 到底 他跟别人 每天换一个女孩子 每天换另外一个男孩子 这个身份权在婚姻关系 是不允许的 所以会有 因为只要你有 在外面 在婚姻关系外面发生的关系 就是什么 会赔偿的 要赔偿甚至要坐牢的 所以这个是身份上的保障 法律上有这两个大的保障 当然还有其他的 包含什么 财产 理产的问题 这都是我们可以细说的 对 可是我刚刚问了一个问题 苏律师 就是现在我看 有些法令的判例是说 就算你没有结婚 同居在一起 适时生活在一起 你也有这个问题 好 这个我就回答你 法律也保障你 法律保障不是这个问题 法律保障 绝对同居跟婚姻是不一样的 他保障在哪里 家庭暴力 如果今天是家庭暴力 因为什么叫家庭暴力 他把那个范围扩张 这个家庭概念是 只要你有事实上同居 他就保护你 因为这种感情的关系 需要很特殊的处理 不然说两个人在家里 互殴打他一巴掌 没有人会看得到 跟一般的外面伤害情形不一样 所以证据上 跟保护力道都要不同 所以在同居的部分 如果有人同居的话 那有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家庭暴力防治法是可以运用 但是并不代表其他身份全都相同 是完全不同 了解 好 那我问一下胡主任 就是说 刚刚都提到 其实婚姻碰到最难的是 你选的人对不对 那选对了 那OK 对不对 选不对 过去的事实就是 婚前睁大两只眼 婚后半闭一只眼 在新的时代中间 大家不想半闭一只眼了 所以就产生很多 你要不要说说 你的体会是怎么样 我的体会啊 你周遭的 应该是说 婚前跟婚后 那个眼睛是不是闭 我觉得跟自己的改变有关系 如果你婚前进到婚姻中 这个和同居是两件事情 我反而比较认为 如果你在没有进入婚姻前 尤其是没有到成年的话 你的同居 你常常会落入死吧 因为女性进入同居的时候 她的想法 常常是把这个男生 当成我要结婚的对象 可是如果是男生 她在同居的时候 她不过把当成一个过程 我觉得男女方面 对同居的 她是得利益者 还是付出 或者我在同居的过程中 男生是不是就已经 进入我们家庭价值 包括我要打工赚多点的钱 或女生你要做多点劳务 那不同的 所以有非常多的家长 或者说我们在做个案的时候 你会看到 我因为我是男生 我可能功课就当掉了 我可能就休学了 就是因为 或是我跟父母亲多要点钱 因为我同居了 这是在同学上头 成年又是不一样 所以我反而看到 比较多的是 因为同居 反而结不了婚 好 这一点我就要问一下 胡教授 刚刚我们的主任提到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男生跟女生 对于婚姻的想像 或同居的想像 是不同的 你们的研究有没有这方面证明 当然有人做这个 这不是我自己本身的研究 这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看同居这个事情 是要从个人的利益 还是说 我刚刚谈的事上是说 对于这个社会来讲 对就是说像胡志愿讲的 每个人进到同居 基本上就是一个风险的行为 就是说 就像买乐透一样 有些人可能会买到重大奖 有些人可能就是 是一个风险 对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正式的社会制度 但是它可能可以对未来的 这些正式的社会制度 有一些好的影响 也有可能不好 对 但是它可能就是 因为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 类似一个实验状态 那结果可能是好 可能是坏 可是从社会观点来看的话 如果经过这样筛选出来的 就是成功的 进到所谓的婚姻家庭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里面来 都是所谓的成功的话 那对社会来讲的话 它赚到啊 就是说 以一些少数的人的 这些所谓的代价 所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吴教授讲这件事情 我相信福主人 是完全不同意的 为什么在过程 就是在同居 在尝试 或者在所谓的试婚养 这个过程中 其实本身 刚刚讲的 女性跟男性 因为期待不同 本身就已经造成一些伤害 如果对男生来讲 我觉得不适合 我再换别的女生 哇 那个女生 就已经快要 心都快要破碎了 那男生再换一个女生 比如说 那个男生也心都快要破碎了 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因为如果在分手状况中 不管是在婚内分手 或者还没有进入婚姻分手 同样都是伤心的 同样都要学习 那个分手的痛苦 所以那你看看 有相当多的 如果说 我们同意或认同 这个同居或者试婚 是进入婚姻中的前哨战的话 或者刚刚跟律师说的 精神外遇 又是不属于外遇 只是一个想象的话 那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精神外遇 想一想以后就变事实 你同居也是啊 因为女生要被探听的 这是我刚刚告诉女生讲 你不要以为被探听 或者你喜欢一个男孩子 而这个男生 他其实会 包括他家人关系 他亲人关系 一个婚姻像漏斗一样 所有的社会关系 以及阶级意识 他都在批判什么 或者在看一个女孩子 他前面后面 女孩子在这一个部分上头 至少在我们台湾社会 或亚洲社会上头 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开说 我们可能出现了前因后果 或者交互出现的影响 好 我们这段应该要休息一下 不过我们马上回来 我要请苏律师 跟我们来反映一下 两个问题 一个是男性跟女性的关系 还有就是说 这种所谓的常识 所带出来的 是不是有些伤害 或者是后遗症 我们休息一下稍回来 外遇成为婚姻的杀手 到底你敢不敢结婚 我们刚刚已经一路上 谈到越来越深的地方 就是包括婚姻这个制度是怎么样 然后这个同居跟结婚的意义 其实也有一些好处 人跟人之间 是不是能够透过更多了解 这种了解 是不是要透过同居来了解 这都可以思考的 那刚刚也提到说 男性跟女性 在对于同居也好 婚姻也好 期待是有相当的不同的 那这个过程中 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磨合点 来 苏律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要接续来讲 就是说其实 我不是很暂时用尝试这角度 我认为应该要了解这角度 也就是说 今天婚姻关系 你要了解什么叫婚姻 那你们再去看一下 要不要选择婚姻关系 那么当然我们会讲 婚姻关系它的好处跟坏处 那如果说 我们把硬切出来说 一个叫做同居关系 去尝试一下 有一些很大问题会发生 我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 你在如果同居关系当中 生了小孩算什么 那婚姻关系中 生了小孩 你可以知道 我们在婚姻关系生了小孩 如果婚姻关系这个制度 大家就了解是 我们是要永久 生活在一起 这个约是永远的约 这就是长约 非常长的契约 也不能说是契约 一辈子的约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所以这个小孩子 你在婚姻关系中 所生的小孩 他是稳定的 这个是非常稳定的状况下 那么很简单 如果你回到我们的同居 你用常识角度去 那你常识会 那我常识 那以后就常识生小孩 看看同居关系所生的小孩 那到时候同居关系 我们刚刚主任也讲过 他的可能结果上 不见得会走上继续婚姻的关系 那么会产生更多问题 单亲的状况 而且是严重单亲状况 因为连婚姻关系 都完全没有建立状况下 炒帅的 包含因为同居状况下 有的时候 他可能是没有经济能力的 这是状况更糟的状况 所以以这常识角度 我认为万万不可 应该是了解角度 把婚姻了解之后 再去做选择 好 那我们先回来 我们今天真正主题谈外遇 那我们的调查结果 也是外遇的问题 先问一下 所以说你觉得外遇的情况 目前这样子比例是一成 大约一成 你觉得比例 是不是偏低还偏高 应该这么说 我对这样的陈述 比较没办法去感受 但是我可以感受说 谈离婚 因为外遇有所占到离婚 打到官司的比例 其实是非常高的 应该这么说 因为我们 我没有办法了解说 到底有多 但是到我们最近都已经很严重 病入膏肓 病入膏肓 就才会打官司 那打官司的原因 大部分外遇的成分是挺高 那对我感受 是个人感觉 因为通常我们在 这个案件办的 我们不可能知道 有时候当事人跟我讲说 我真的没有外遇 对方讲 那我们要相信我们当事人 那有时候我们自我感觉的时候 感觉说 这个案子 大概有一半以上 你因为外遇的原因 不管是对方告我们 或我们告对方 大概有一半以上 是外遇的原因 造成双方破裂离婚 这个我想 这个是我自己感受上 所以比例上是占 破坏婚姻的一大杀手 我想这是没有什么 好 胡主任问你一下 这次你们做的调查 这个外遇的问题 其实来自很多原因 非常非常多的原因 那么可能双方都有责任 你要不要来谈一谈 这个外遇 到底是怎么样来产生 在今天这个社会上外遇的情况 严重性到什么程度 我不能只归咎几个理由 不过双新家庭 我觉得是其中一个理由 尤其整个环境 整个社会的变迁 不管男性的工作 业务的原因 或者我们到出差 出差比例或女性 其实现在应该是说 所有的婚外情 不是只有男生有机会 女生也相同 就是两个机会相同的 只是你在这个界线上头 你能不能拿捏得很好 所以如果两个机会都相同 你看看这个比例 是会可能会逐渐升高 这一个 再加上婚前性关系 一直不断的开放 几乎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 从高中开始到他结婚以前 大概婚前性关系的比例 我们可以去查一些资料 他的比例是逐年逐年的升高 那如果婚前性关系很高 比例很高 再加上婚后 你因为出差 因为分偶 因为分居里面工作的关系 或者因为你是其他的诱因在 这个可能的婚外的诱因 都会不断升高 再加上可能有广路的婚外情 所以我对于婚外情 是不是不断的升高部分 我自己是觉得有点点担心 另外刚刚苏律师提到说 因为外遇可能是杀手 可是外遇有没有被公开化 或者外遇的部分 在我们做諮商的时候 某些的女生或男生 尤其是女孩子 会提出来 他会变成个浅长的部分 我提到说 我欣赏谁谁谁 或者我觉得我的先生 是很刻薄的很小气 就是你看的是小小的部分 可是他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 下面的台面下的危机的时候 然后有没有可能 因为其他的人的一个花朵 或者巧克力 你都会觉得他比较大方 比较可爱 比较多情 那这个是不是可能造成 其他的危机 或者其他外遇的动机 我们不敢确定 吴教授 刚刚提到 其实我从刚刚胡主任所讲 大概有两个迷思 请教一下教授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把对于婚姻不满意的数字 把它放在一起 外遇是来自于 对本身婚姻的不满意 也就是说 可以说是里面的推力 让你不爽嘛 不开心 所以你要找一个 让你开心的人 这是一种可能性 那另外一种就是 外面的诱惑 其实我的婚姻好好的 可是外面的诱惑很大 社会环境的诱惑非常大 以至于让他有点觉得很枯燥嘛 每天都跟这个人 这辈子都要绑在一起 实在太痛苦了 这很不人道 他就觉得 是不是我可以尝试 或者是别的女人或男人 那这方面 吴老师从 学者的观照 我还是从整个 社会结构的 大的架构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外遇好像在当代的社会 特别感受好像是特别多起来 其实我觉得这反映出来 就是一个当代社会的那种不确定性 所以不确定就在于说 那个社会的变迁 那个速度啊 也超过说我们的父母那一代 他们那个时候 整个在他的那个生命过程 所感受到的那个社会变迁 就是说那个台湾社会 在从1960年代到90年代 可能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架构 可是90年代以后 五年以后可能整个社会都一样 很多人出去念一个书 一个学位回来 发现说他对台湾社会没办法 不认得了 对 因为整个改变了 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 那改变是非常大的 这整个改变看的 就是网络社会兴起什么样 使得整个社会里面的人 跟人之间的接触的那个机会 是无限是增加嘛 就是说不管你是家庭族 你在家里如果有个网络 你一上网 你能够接触到的人 那是你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网络是一个原因 我没有拿推荐 我是讲说这是一个结构 就是说整个当代 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在于说 一个人跟其他陌生人 接触的那机会 是无限扩张的 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个 所谓的相对比较来看的话 很可能你当初 在选择你的办理的时候 就是跟你所能够接触 这些人比较起来 他可能是最好的那一个了 所以这个会造成有相对的稳定性嘛 每次我拿跟这些人比的时候 还是我自己的配偶最好 所以就不会感觉到 可是现在就是说 你面对那些 那个无限扩张出去的 这种所谓的社会技巧 那个就是说 你就没有把握说 你当初选的那个 就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 再跟所谓的一个 global 全世界人一比 那可能变成是说 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了 那这个我觉得说 这不是说这是个人的那种 他移情别又怎么样 而是说 这整个大的结构就是这样 附我不同了 就算那个 structure是改变了 我觉得说一定要注意到 这样一个现象 对就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怎么让变成自己说 就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 都还是会认为说 跟全世界比起来 这个关系还是最值得 才那个情况下 才有可能说这个婚姻会稳定 另外就是说 整个这样的发展 对一个传统的这种婚姻关系 是一个大的挑战 没错 所以刚刚吴教授给我们一个 很新的观念就是说 我们说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 使得人们过去只选择自己家族附近的人 那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我觉得也可以顺便提出来 就是说究竟我们的人性 我们从人性 或是从宗教信仰 或是人的本质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人性本来就是洗心研究 人性本身就是很难稳定 大部分的人是很难稳定说 我就是从一而终 那这个人性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他所受到的试探跟理由就更大了 过去你没有这样的试探 现在有这样的试探 这时候就要考验你这个人性 究竟你有没有忠诚度 究竟你会不会 这个忠诚度还很难讲 你到底忠于自己的感觉 还是忠于你的配偶 那这些都是很值得来探讨的问题 那我们因为这段要做结束了 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我们有多一点时间 来探讨这个问题 欢迎再回到情报现场 今天我要来跟各位探讨的议题 就是外遇成为婚姻的杀手 那么还敢不敢结婚 刚刚我们的这个中研院的 吴奇英教授 跟我们特别提到一个观念 就是说从90年代以后 那么社会环境的改变 过去你所挑选的对象 是在一个很小的 pool 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挑选 得到网络社会发展以后 有很大的范围让你去挑选的时候 你就开始觉得说 在比较上相对上 那么机会多 不管已婚或者未婚 都碰到这样的考验 那我提出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人性面 其实不管有没有社会的因素 其实人性本来就是一个 喜性厌旧的一个个性 人本来就是一个有罪的 会有软弱的地方 有的时候我们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请律师一定接触最多 好我想从另外一个 从相同角度再来看一个事情 就其实我们人 要对自己负责 我认为是这样子 为什么刚刚一直讲说 要了解婚姻 婚姻你了解之后 你选择之后要怎么样 甘愿 要甘愿 其实不管你结构怎么样 不管你现在 也许你现在的状况 还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你选择另外一对方 是普通相类似 也许哪天你发达 你要甘愿 当时你选择是一辈子的选择 所以叫甘愿 所以你如果人只要一不甘愿 不管你在什么架构 或你突然变很有情 你就开始我有问题 变成有点不甘愿 人性上你要先尊重你自己的甘愿 你选择了就往下走 那第二部分 其实婚姻之后 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在于说 你能不能选择你自己的父母亲 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你有没有说对不起我要是父母 没听过 没有听过说我可以试试看 这父母好我当他儿子 没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把婚姻制度 他就看作是这样子 今天你结了婚 他就是跟你产生一辈子的关系 这就是配偶 永绝关系 就像血清一样 那就不要去改变了 那就是一个无法改变事实 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 跟这样想法 那就不会有问题 外遇就不会当作杀手 只是大家不了解这个部分 那而误选择 而以为说你很了解 选择之后又不甘愿 所以我们要从人心面要甘愿 好 刚刚书学师所讲的 就是我想到一句话 叫做爱你所选择 选择你所爱的 就是婚前睁到两只眼 你还没有做决定之前 你好好选 一旦选了就任命 比如说你考上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好 可是你的成绩就只能上这个学校 这讲到我们的新生 我一辈子最遗憾是没读过建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要任命 因为可能那个帅哥美女与你无缘 即使是短暂的情缘 可是到最后可能是受伤了 来我们问一下那个主任 就是说你觉得就刚刚提到 其实我也觉得是值得讨论 这一辈子的盟约也蛮恐怖的 你敢不敢就在那么年轻 就决定这一辈子要跟谁 而且跟了以后就不能离婚 一离了小孩子或是外遇 这都产生问题 我举我自己例子好了 我19岁的时候认识我先生 那时候大学同学 然后到现在 那整个的婚姻生命周期 其实它是有高潮起伏 春夏秋冬的 那就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整个的社会 structure 它是有改变的 可是当你能选择他人的时候 他人也能同时选择你 所以我们最怕的婚姻是什么呢 一个人成长 一个人停顿而已 那不然就是大家都别成长算了 不然就一起成长 如果同时能够在爱中成长的话 然后同时包容 相互一起改变 我觉得那个生命周期 不管是高低起伏 你都会看着他 你跟他携手并进 那我觉得那种 择其所爱 然后你在爱其所择的过程中 你眼睛看到 到我现在为止 我看他 我常常都觉得 他好像就是我那时候 大学认识他 就像是他跟我说一样 诶 我觉得你没什么变 虽然有点肉麻 可是我常常会觉得 是耶 因为你在那个过程中 你享受那个恩爱 所以外遇会不会有发生 会假设在一个婚姻中 如果你没有忠诚度不够 你对那个负责心是没有的 不甘愿 也就是不甘愿 甚至对孩子的那种认同和同意 都没有 我学的会 可是如果把这个打破呢 他不会是有问题 不管这时代怎么样改变 好 那我们回来问一下吴教授 其实在这次调查统计里面 其实有相当 两成以上是后悔的 他可能不会再选择同一个人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他当初选择 可能是太像19岁就选择了 那么是不是太早选择 或代表他这个人是善变 还是什么原因 你要不要来跟我们说一下 刚刚主任提到人性的问题 两位稍微提一下 我觉得说我们要注意到一个一点 就是说今天坐在这边这些人 事实上是有意识形态 我们大概代表的是 中产阶级意识形态 我们觉得说做这样一个 比如说刚刚主任讲 甘愿意的选择 那个副主任所讲的 就是说一开始就做一个 很精准的这样一个选择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不是说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能力啊 这个社会里面的人 实际上是太多样了 我们现在代表 可能就是从中产阶级的 这些观点 你的知识程度比较高 你受过这些所谓的 社会的规划 你接受这些 因为这东西就对你有利了 你觉得说 没有人 不会愿意接受 这样这么和堪的事情了 可是你要知道 不是所有人都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如果把它是放在 一个所谓整个台湾社会的 这样一个来考量的话 那不能这样来看 这个所谓的人性 我觉得说 我刚刚一直在强调 所谓的有一个社会 社会结构是快速在变迁 那相对于这个社会结构 整个社会有另外一个制度 一个设计就是一个 所谓社会价值嘛 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 社会结构本身变得非常快 但是价值本身也在变 只是说变值得没那么快 所以我们如果站在一个 所谓的社会价值的立场来看 你会觉得说这个社会 变得简直不可理喻 对不对 可是我们难保说 这个社会价值的这个结构 也不会跟着变啊 对 那这个社会价值 其实就牵涉到跟人性是相关的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人性 就是把它换回到一个 所谓的那个社会的这个 这个叫我们叫contact 它的脉络里面来看 说你怎么让一个 所谓的人性的这个因素 可以是follow 我们这个社会对它的期望呢 那重要就是在这个 社会价值的建立上面嘛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如何去推广说 所谓的婚姻 对于一个个人来讲 它的那个所谓的社会价值 依旧是存在的 这个就有点像赶驢子向前嘛 不外乎说前面有红萝卜 后面有棍子 对 那法律的那个设计 基本上应该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如果好好follow 这个社会价值的话 那你会得到甜头 如果你不要 那后面有一个所谓的重型在 那人性应该基本上 就是在这个里面 是要被归换了 我觉得说这个对一般 整个放逐社会来讲的话 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 没错 所以刚刚吴教授讲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来说 我们现在谈外遇啊 谈婚外遣 其实基本上 还是有所指责跟控诉的 整个社会价值 其实是不肯定 这样的一种关系 绝对是不是太负责任的 所以吴艺生才会被骂到那么惨 那么差一点 这个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但整体来讲 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是这样 那吴教授你要不要谈一下 就是在你自己亲身体会到的一些状况 或者是你周遭的情况是什么 在婚姻的制度上的维系上 那确实是都蛮辛苦的 就是说其实婚姻它包含了那个 因为要养小孩嘛 就是说我一直在强调 等一下我一下上去接小孩 压力 一个家庭里面 它有很多这种关系走嘛 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夫妻这个横走 一个是所谓的亲子这种纵走 还有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 家族 对这整个构成的 所以说你 然后一个家庭的核心 就是这个夫妻这个配偶嘛 对 以他们为中心 他们要处理很多这种 不管是水平的 或是那种垂直的关系的 那因为近代的这个婚姻 我们都会强调说 它应该是背上一个所谓的爱情的这个 那那个其实是很薄弱的 因为它要就是说 只有这样一点的基础 要来称赐整个家庭的那个事物 那个是风险非常大的 我们就是这个社会 对这样的一个考量 就不能给互议太多的那种苛责啊 就是说有青年男女 愿意进到婚姻 是应该被鼓励的 祝福的 然后呢 社会制度是应该要帮助 在这个所谓的 他们既有这种爱情基础上面 去能够去 他们才敢说 那种所谓的正向的增强啊 没错 就是说正向增强 结果会越让他们更愿意 去扶持这个所谓的婚姻嘛 一个家庭啊 如果整个那个运行的结果 都是所谓的负面的增强啊 就是说 你为了维持这个家庭 结果得到的那东西都是要负面 比如包括在租税上面 都是要后更啊 那谁愿意做这种事情啊 没错没错 好 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做一个结论了 那另外两位先生跟女士 给我们一点结论 刚刚提到就是说 如果纯粹用爱去维系 这么长时间的婚姻 恐怕是有点薄弱的 这个爱需要增强啊 需要有可能信仰的力量啊 上帝的力量 或者是社会环境的力量 来帮助你才维持这样的婚姻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整个的制度 跟社会的支持 那个力量也要够大 我们先紧呼昨天讲 做个结论 我想信仰力量非常重要 因为夫妻在走一个场路的时候 他不只是自己 还有社会支持 还有家族支持 所以当他进入婚姻的时候 他必须有很清楚的仪式 这仪式包括誓约 这仪式包括他其他家庭 其他的家族 以及他自己对上帝的蒙约 因为这个蒙约 会让他在经过 长期的过程里头 了解自己面对是什么 或者自己不足的时候 如何来求援 还有其他人的支持 对这其实是要有 整个社会的见证 见证你这对婚姻 对 来那个舒律师 好我觉得还是要重复一下 一定要了解婚姻是什么 法律到底对你的权利义务是哪里 因为其实我讲 我们常常都知道 哇有的外衣 你看电视上 外衣对象出来 他为了什么 他又希望再跟那个人结婚 那所以其实你就知道 其实婚姻制度 他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保障性的 所以才要 可是通常我们自认为好人 都不去了解婚姻制度 从现在起应该 大家多了解婚姻制度 尤其是在法律面的地方 才会更让婚姻更和谐 太可爱了 这个刚刚舒律师给我们的结论 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立委吴玉生 最后还是走回家庭 弄了半天回到自己的家庭 看来这个婚姻制度本身要多了解 而且知道它对你可以带来 什么益处跟保障 那在这个过程中 个人虽然有人性的诱惑 跟各种的考验试探跟选择 不过最终呢 还是回到自己是不是甘愿 任何的选择都要甘愿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来到我们中间 这婚姻的问题永远谈不完 不过我们今天只能停留在这里 也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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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